很快就要过农历新年了 那很多人都会提前大扫除 包括要预约专业道府清洁服务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其实这方面的需求也大增 业者还表示除了这个房市热络 台商留学生返台 其实也让预约量明显提升了三成 那除了疫情升温 民众还会加码来预约清洁服务的消毒业者 做好居家喷洒药剂 深层杀菌 维护居家环境 希望可以彻底来阻绝病毒 你好 我来做消毒杀菌 进到客户家中 先用酒精消毒双手 消毒人员全副武装 戴上口罩 护目镜与手套 仔细巡视家中每个角落 喷洒专门药剂 深层杀菌 因应国内疫情升温 不止各县市府加强消毒公共区域 民众住家环境也加码进行消毒作业 过去都是自己用漂白水 稀释漂白水 自己去清理家里 但是因为今年比较特殊 所以觉得应该找个专业的 来帮我们顾及到一些家里的死角 那做得也比较透彻 这样子我们也比较心安 就担心病毒细菌 透过飞沫接触空气传播 不知不觉被带进家中 居家环境消毒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加上年关将近 让业者电话接到手软 我们现在目前每天的询问电话非常的高 几乎满现中 那我们的行程安排的部分 已经安排到年后二月底去了 目前我们大概是到二到三成左右 国内疫情紧张 加上年前大扫除旺季 催生防疫经济 不止居家消毒受到重视 更带动居家清洁的需求 往年想预约道府清洁服务 手脚动作就得加快 今年询问度更是再升温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加上国人纷纷返台 所以我们清洁的预约量 是有明显的提升 那像是年前的一个大扫除 以及空污清洁 甚至是那种入住前的清洁 频率都非常的高 我们一个礼拜大概有300件左右的电话 我们目前需求量平均就是 二到三成左右 不断的在提升 业者认为今年房市交易热络 加上留学生台商纷纷返台 入住前的清洁需求量大增 预约清洁主要以较难清洁的天花板 灯触窗台或是大型重物 需拆除清洁的项目为主 目前预约状况已经九成满 且过年前几乎满档 疫情让国人绷紧神经 反而扩大居家清洁 消毒业者的赏击 记者唐在车文杰台北采访报导 现在几乎是几乎的 几乎主要以后 有数个赏击 多个赏击 多个赏击